本集Podcast由PressPlay和Hadar Shemesh老师的英语发音 线上课程赞助90天培养你的英文发音 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朋友 已经领取了我们这个1000元的现金优惠券 那好心提醒一下 要在2月29号之前使用完毕 截止日期是2月29号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课程的话 喜欢Hadar老师的话呢 卡手爱紧 那Hadar老师本身是道地美语发音的英文老师 教学经验相当的丰富 你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尾里面 点选连结试观看他的教学方式 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自然 那我在这边稍微播一下 他的试教学影片 你们可以听听看 自己感受一下 那老师的课程是全英语发音 搭配英文字幕 但是不会太难 多亿成绩基本上只要在250分以上 或者你的全民英俭有在初级以上的程度 应该就是绰绰有余了 所以再次提醒 我们的podcast听众有1000元的现金优惠 到2月29号为止 也就是本月底为止 点选资讯栏尾里面的连结 或者是输入优惠码 JR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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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at'll get you A 1000 NT cash discount Cut you 想要增加这个自己的英语实力 这个英语发音实力的话呢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各位可以参考看看 那回到我们今天本集的podcast 我们上一集podcast有聊到说 过年期间 首先我在公园里面遇到有人的东西被偷 真的是蛮炯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 就是我回到老家 有跟亲戚们一起团聚过年 那其中有一个让我很惊艳的 我一个亲戚就是我的外甥女 应该是我的外甥女 我姑姑的外孙女 对我来说是外甥女 她有出演一部国片 得奖国片 叫美国女孩的其中一个角色 那她演的是这个主角的好朋友 叫思婷 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呢 我就基于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呢 我就想要来看一下 我的外甥女的演技如何 我就找了这部影片来看了一下 本来只是想要看一下 她出演的片段 但不知不觉呢 就把整部影片给看完了 就连原本在房间里面 休息的我老妈 她听到说 姑姑的外孙女出演的电影 那就来看一下 她原本也是想说来看一下下 看一两眼 但是想不到 她就跟着我一起 把整个影片给看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看的时候呢 就真的觉得 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 我的家庭来说 是真的蛮有共感的 蛮有共鸣的感觉 那当然呢 美国女孩她就在讲 这个一个留学回来的 这个小留学生 她的一个经历 所以今天这集podcast呢 我想要来聊聊 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情节 然后对照我自己 身为一个小小留学生的 自身经验 那我回来台湾之后呢 我可以跟你讲的是 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跟我妹妹都一样 很多的挑战 很多的不适应 但是也有很多优点 很多好处 待会儿一一来跟你们分享 那这部美国女孩呢 导演是阮凤仪的一个半自传 等于是依据她自身的经历 去写的一个脚本 一个剧本 那我后来就有发现 导演的名字叫凤仪 那主角的名字叫方仪 这两个好像很像 应该是刻意的吧 我觉得是刻意的 别出心才设计一下 所以电影主角梁芳仪 梁芳仪七岁的时候 跟着妈妈还有妹妹 到美国洛杉矶 去追求他们的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 然后在五年之后呢 十二岁那一年 因为妈妈诊断出癌症 所以必须要回台湾治疗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姻缘忌讳之下呢 就回到台湾 跟爸爸团聚在一起 那对我来说呢 我的经历是 我两岁的时候 跟着妈妈到美国 一亲在美东 攻读学位的老爸 那老爸后来 在台湾先找到工作 就先回台湾了 然后呢 我到十岁的时候 才跟着妈妈和妹妹 一起回到台湾 所以跟这个电影的 故事里面的情节 这个家庭 蛮一样的部分是 我们有蛮长一段时间 是父母分隔两地 然后妈妈在美国带着孩子 然后后来才回到台湾 团圆团聚 所以我就说 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 我们全家都蛮有一个 共鸣感的那种感觉 好 那我想说呢 我先稍微讲一下这个电影 以免有一些人没有看过 讲一下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 我的一些感觉 它的一个剧情 然后再讲到 我自己身为一个 小小留学生的经验 这部电影 《美国女孩》呢 我觉得是相当写实风格的 一个影片 它没有太多那种商业手法 或者是太撒狗血的 我觉得像是现在的韩剧 就很多这种撒狗血的桥段 个人就不是很喜欢 个人比较喜欢写实一点 所以这个电影 算是还蛮符合我的痛调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 它收的最后结局 收的有一点快 感觉中间的过程 交代的有一点快速那种感觉 那后来我就边看 我就边私讯我的外甥女说 这个影片这个桥段怎么样 那个桥段怎么样 最后结尾怎么收的有点快 然后我的外甥女就说 应该是因为这个有商业考量 可能戏院 有播放的一个时间限制 所以很多镜头被卡掉 然后我的外甥女就说 包含她自己觉得自己很得意的一个特写镜头 也就在讲说她跟主角最后和解了这一段了 然后被卡掉了 她觉得很可惜 没有收录在最后的完整版里面 But anyways 我觉得这部影片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然后在台湾呢 在金马奖项呢 也是有得奖的 所以在电影的开场的时候呢 梁芳瑜 第一幕就是梁芳瑜跟妹妹梁芳安 两个姐妹娘呢 就跟着妈妈回到了台湾的机场 然后我在那一幕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等着主角开口说英文 我就想要听听看她的英文 还有她妹妹的英文呢 是怎么样的一个腔调 果不其来呢 就是道道弟弟的美国腔 这个选角选得蛮厉害的 道道弟弟的美国腔调 而且还有那种美国人的feel 那在那一幕呢 她的妈妈就在机场提醒 他们两个姐妹两个就说 待会看到爸爸呢 要记得讲中文哦 不要讲英文 要记得讲中文哦 然后这就这就让 开始让我有一种共鸣感哦 因为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是台我是中文其实挺不好的哦 那我大伯他每次我们家族团聚的时候 都会这开着玩笑跟我们说 啊你们家每次电话打过去接起来 都不是喂 都不是喂 而是hello hello hello 然后很很很长的时间呢 一两年的时间呢 都改不过来哦 后来慢慢才变成喂 以前都是讲hello 呃那梁芳怡呢 电影里面的梁芳怡呢 他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适应问题 一来呢 他非常想念 他在美国的朋友 Jesse 最要好的朋友 然后他一直惦记着 要跟Jesse一起去马场 骑马 要参加这个马术营 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情哦 另外呢 他上课 听不懂 毕竟已经离开台湾五年的时间了 然后有一幕就在 就在描述他 在那边东张西望 看别人的笔记啊 然后这时候斯婷 他的最要好朋友 哎 我的外甥女呢 就把笔记借了给他哦 蛮讽刺的是呢 在美国的时候呢 芳怡其实是一位自由生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呢 他变成掉车尾的那一个人 变成老师眼中的那个 小小问题学生 而且他的同学们都虐称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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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面呢 我也很有公感 待会跟你们分享哦 有一幕呢 这个芳怡跟芳安姐妹 两个就坐在户外 在那边吃东西 在聊天哦 那这时候就 远远走过来一些 台湾的小朋友 他们就嘲讽这个妹妹说 哎 你不是美国人吗 干嘛还补英文 有点呛他这样子 然后姐姐呢 就不开心 姐姐就说 关你屁事啊 死台客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笑喷 我笑喷出来说 怎么呛人呛的 那么到底啊 死台客都出来了 那妹妹就在那边说 Just go away 然后那些台湾的小朋友 就在那边学他 Just go away Just go away 真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 蛮写实的 那我后来就会想说 为什么这个主角 可以呛人呛的 这么的到底 我后来才想想 因为这个故事设定 方怡 离开台湾去美国 是七岁的时候 然后五年之后回来 那我是两岁的时候 出去美国 所以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的中文是不行的 但方怡的中文 看来还是蛮OK的 可以骂死台客 这个厉害厉害厉害 但方怡呢 除了有适应的问题之外 她还有一个 必须面对的 就是她的家庭问题 那待会 待会呢 我们会更深入来讲 这个部分 她的妈妈呢 其实在美国 诊断出癌症之后 回来台湾治疗 那难免的生理 会影响心理 所以情绪的起伏上 你可以感觉到 妈妈的情绪起伏 是蛮大的 那还有一点是 家里面必须要赚钱 其实经济上 是不是那么的阔挫的 所以爸爸为了要赚钱 就跟妈妈说 他必须要去大陆赚钱 那妈妈因为这一点 也跟妈妈常常 跟爸爸常常有一些争执 还有后来的是 很不巧的是 在那个环境背景之下 他们遇到了 当时非常轰动的 不能说轰动 非常危险的SARS 传染病SARS 那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家人之间 有着非常严重的 一个情绪矛盾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 正式的一个 专有名词 但我就用情绪矛盾来形容 也就是呢 他们彼此之间 都非常的爱彼此 而且也非常的在意彼此 但是他们表达的方式 却是用很冲突的方式 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最近就刚好有在 在看一个心理师的线上课程 然后就有了解到 人有所谓的这个 情绪界限这个东西 情绪界限 讲白话就是 你容不容易受到 别人情绪的影响 那像我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 情绪界限很低的人 然后很容易受到 别人情绪的影响 好像不是很适合 做这个社群媒体 那我在看这电影的时候呢 就有想到说 人啊 其实在接受到 外在刺激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会产生 某种情绪 受到外在刺激的时候 我们会内心里 产生某种情绪 但是往往会 下意识的 或者是无意识当中呢 用另外一种情绪来包装 并且表达出来 举例来说 有时候 你内心的情绪是 自卑的 可是你却用一种 过度自信 或者是自傲的方式 去表现 面对外在 有时候我们内心 其实是害怕的情绪 但是我们却用 生气这种情绪 来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 场景和情节呢 是三不五时 就出现在梁芳仪 他的家人之间的 譬如 其中有一幕 这个爸爸要去赚钱 就跟太太说 如果我们家里面 要换比较大一点的房子的话 因为他们家的公寓很小 如果要赚钱 买大一点的房子的话呢 我可能就要去大陆赚钱 然后他太太 就不希望他去 他太太希望他留下来 在台湾 那爸爸就表示说 有点不耐烦 就表示说 如果不让我去大陆赚钱的话 家里要怎么办 家里要怎么赚钱 你不是想要换房子吗 然后妈妈也就生气了 妈妈就说 讲的好像都是 因为我很自私 我想要换房子 我不是也是为了大家吗 然后两个人就吵开来 其实我可以感觉的是 太太很希望 先生留在他身边 或许他需要他先生 或许他会害怕 思念他先生 或许他会害怕 孩子会思念爸爸 好不容易团聚的 爸爸又要离开 但是表达出来的 却是用一种生气的 然后用一种反抗的方式 来去表达 然后爸爸也是这样子 再去跟这个太太 互相怼起来这样子 有另外一幕呢 妈妈就突然就开始 想要心情把它讲开来 因为她意识到 自己罹患癌症了 不知道自己的生命 还有多久 所以他就敞开心情 想跟爸爸沟通说 如果我走了 方安你要多费点心 至于方怡啊 他那么喜欢美国 你就想尽办法 让他回去好不好 然后这时候爸爸 就有点不耐烦 他就说 可不可以不要 现在讨论这件事情 妈妈就说 你以为我不害怕吗 答应我 爸爸就说 这时候爸爸就真的 有点情绪上 他就说 那不是嘛 那今天本来好好的 你硬要讲这些事情 就不能开开心心 过一天吗 讲到这里了 其实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充满 情绪冲突的一幕 其实妈妈是很想要 坦开心胸 来跟爸爸交代 万一他不在了 他的一些心愿 可是爸爸的心情 还不到那里 爸爸其实 我可以感觉到的是 爸爸不想要面对 这件事情 爸爸不想要面对 他的太太 可能会死这件事情 因为爱的关系 我不想要面对 可是太太在这时候 却一直想要跟他 谈论关于死后的事情的时候 爸爸就用一种 生气的态度 一种生气的情绪 来去面对 其实他内心里面 应该是害怕 害怕失去他的爱人 害怕失去他的太太 但是他却用 生气和不耐烦 来去面对呈现出来 那恰巧不巧的呢 这一幕呢 他们在那边吵架的时候呢 大女儿梁芳怡就听到了 然后就看着妈妈就说 你一天到晚就只想 你一天到晚就只会说你要死 然后就一声不响的就走了 很不耐烦 很不生气的这样子 那接下来有一幕呢 接近电影的尾端的时候呢 有一幕 母女总于吵开来了 他们一直之间 很多的摩擦 后来就打架 打到一半呢 爸爸就刚好回到家 然后爸爸一回到家 看到母女打起来 他就要保护孩子 然后就骂他太太说 你就不能跟孩子好好讲吗 你在干嘛 这时候梁芳怡啊 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就突然呛他妈妈就说 你想死就死啊 反正你又没有 你又没有要好好活着 你去死啊 就这样讲哦 这时候爸爸也就俩起来了 就转过来就骂女儿说 你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叫你妈妈去死 然后就甩他一巴掌哦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 这个家庭非常的 就是小家庭的悲哀 或者是小家庭的 很写实的一面哦 明明彼此之间非常的在意 彼此之间非常的相爱 但是处在一个 情绪相当矛盾的一个氛围里 所以当这个爸爸 真的要去打梁芳怡的时候呢 反而妈妈是跳出来阻止爸爸 说你不要打他 你不要打他 然后最后跟女儿说抱歉 那最后呢 在电影的ending的时候呢 有一句经典的 我觉得这句台词 应该是画龙点睛的 点睛的一个台词哦 就是梁芳怡就对妈妈说 妈妈就抱着他 梁芳怡这首终于讲出他真正的内心话 撇除了那些掩饰的 乔装的情绪 他讲出他真正的内心话 其实是他跟妈妈说 妈 你可不可以不要死 其实从头到尾 他就很害怕妈妈过去 过世 很害怕妈妈走掉 可是他表现出来的情绪是 不耐烦 然后对抗他妈妈 生气 你想死就去死 这种态度 所以啊 人真的是一个 很复杂的动物 不是吗 很有趣又很复杂的一个心灵 是不是这样子呢 好 所以这是关于这部电影 美国女孩 那接下来就讲到我了 我的话呢 我跟梁芳怡不一样 梁芳怡已经是在台湾 七岁了 到七岁这个年纪呢 大概小学二三年纪 才出国的 我的话是两岁 中文都还不会讲的时候 两岁我就去到了美国 然后十岁才回来 所以相较于这个梁芳怡 他可以骂人 很道地的骂人 死台客 我就回到台湾之后呢 中文不大会讲 其实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妈妈其实是蛮积极的 要害怕我回到台湾 会跟不上 所以她是蛮积极的 训练我的数学能力 看来她是失败的啦 我数学还是很烂 然后她还让我去上那种 像是假日的中文学校 那我就非常讨厌 因为我很不喜欢 在那边学 然后我同才 他们都背得很好 我就背不起来 我就觉得很讨厌去 但也很讽刺的是 很有趣的是 我在美国的学校上 上小一的时候 其实我还去上这个 ESL 那ESL是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就是你的母语 如果不是英文的话 你就会去上这个ESL 毕竟可能三四岁 在要上幼稚园之前呢 毕竟都还是在 华语的家庭里面 不像是真正美国人 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在语言上处于一个 相当矛盾的一个 一个际遇 我的母语到底是中文 还是我的母语是英文呢 你怎么想呢 或许你可以留言跟我讲 我始终不知道 哪一个才是我的母语 有时候觉得英文 才是我的母语 有时候觉得中文 才是我的母语 总之呢 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的中文是 非常非常非常烂的 我常常会讲错 我常常会在脑海里面 直译英文 然后讲出来 譬如说有一次 我爸爸的朋友来 然后他们家有一对 双胞胎的小朋友 然后他们就感冒了 所以我就很直观式的 我就问我爸爸说 爸 他们怎么拿到感冒 他们怎么拿到感冒 因为英文是 How did they catch a cold Right How did they catch a cold 我就说 他们怎么抓到感冒 他们怎么拿到感冒 我的英文大概 大概一整年 大概就是这种状态 这很破碎的英文 那跟两方一样的是 我第一年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是几乎每天都吵着 要回美国 我真的是跟我爸妈在那边反抗 然后吵着说 我要回美国 我要回美国 那有些人就会想说 是 这个美国的 这个国外的月亮比较圆 草场的另一端的草地 比较绿 是不是 你不能这样讲 你真的不能这样 你必须要从一个 十岁小朋友的观点 来看这个世界 对我来说 对当时的我来说 或任何一个小留学生来说 没有所谓的美国文化比较好 或者是华文文化比较好 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而是 哪里才是我的归属感 哪里才是我的belonging 我在美国的时候 坦白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非常的融入在那里面 一来可能我住的地方 麻省 我们那边的 一个班上 15个小朋友 可能就来自 四五个国家 我们是相当的多元的 我回到台湾之后 反而是 都是单一民族 我们都是华人 然后班上同学 又常常三不五十 会嘲笑我是外国人 所以你自然而然 你会觉得 我的归属感不在这里 我的归属感 其实在美国 不是吗 好 那梁芳怡在美国 他有一个 很要好的朋友 叫Jesse Jesse 我在美国的 最要好的朋友 叫Elliott Elliott Maranis 我还记得他的全名 Elliott Maranis 当我要回台湾的时候 我的爸妈 有跟他 我的妈妈 对不起 我爸爸那时候 已经在台湾了 我妈妈就有跟他 讲这件事情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就记得Elliott 他就眼眶开始要犯累 快要哭出来 那种感觉 据我呢 我就是在那边一副 哦 好得意哦 我的朋友为了我哭泣 那种 那种氛围 为什么呢 因为我 打从心里面 没有认知到 台湾跟美国的距离 有多么远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面 我还以为 台湾跟美国 就在隔壁 那种感觉 我以为 我可以随时回来 所以我甚至跟Elliott说 It's okay I'll be back I'll be back soon 我很快就回来了 没有关系 殊不知呢 在真实的人生当中 我们下一次见面 都是我们两个 二十几岁的时候了 而且那也是我们 最后一次见面 倒不是我们 谁不在这个世上了 而是 二十岁 见面的那一次呢 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即便过去 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是 试过境前 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以着不同的价值观 以着不同的文化 来度过人生 十几二十年之后 我们再也不是 当初最要好的朋友了 其实在眼前的站呢 真的是一个 全新的陌生人 我们只能够聊着 过去一起玩忍者规 一起打任天堂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也没有 任何的共通点了 所以那也就变成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现在我也 再一次地 跟Elliott就失联了 这样子 所以 蛮感伤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人生 成长的过程 所以再回过的头来讲呢 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正式要承接的是 这个小学四年级 这个年级 然后在我正式上学之前呢 因为我的中文程度 真的落差太大了 所以我妈妈呢 她就做了一个决定 而且是背着我做的 她完全没有跟我讲 她就帮我报名了 这个新学友补习班 如果在台北的朋友们 就知道新学友 蛮有名的一个补习班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她帮我补了这个中文的作文 还什么之类的 所以有一天晚上呢 我妈妈就突然叫我名字 快快快 某某某某 快快快 下楼下楼下楼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下楼 我妈就很急着把我推下楼去 我们家没有电梯 从这个五六楼 然后就一路走到下面 很破的那个公寓 非常破旧的公寓 走下去之后呢 我妈就直接把我推上娃娃车 我就直接被推上去了 然后我就莫名 然后我妈就跟我挥手拜拜 我觉得那天呢 我那个感觉就是 我妈怎么背叛我 就突然把我推上一个车子 人就走了 要把我卖了 是不是 我上了车之后呢 我就看到一堆的跟我一样的 亚洲面孔的小朋友 可是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 这些人是跟我一样的 那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 真真实实的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这些人都长得好奇怪 非常的莫名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家人以外 这么多的亚洲面孔 树不知呢 我也就是长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得好奇怪 所以小朋友的世界呢 真的是不能用大人的角度去观看 但是接下来呢 他们问我的问题更奇怪 这些小朋友就开始对我很好奇 他们就一直看着我 一直看着我 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譬如 他就问我说 我记得面对面的 我对面就有三个小朋友 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弟弟啊 我就说 我没有弟弟 然后他们三个就在那边窃笑 哈哈哈哈 在那边窃笑 我就觉得他们好奇怪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奶奶 然后我就说 我有奶奶啊 然后他们三个就开始 嘿嘿嘿 一直很邪恶的窃笑 好 讲到这边为止呢 如果你听不懂呢 恭喜你 你就跟当时十岁的我一样 很单纯 非常的单纯 如果你听得懂的话呢 也恭喜你 表示说你长大了 你就是这个podcast的受众年龄 哈哈哈哈 他们就是问一些很无聊的 比较黄色的问题了 然后他们 我完全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啊 然后我回答之后 他们在那边窃笑 弟弟和奶奶 你们自己去思考 听不懂的话呢 我也不打算跟你们讲了 就这样 哈哈哈哈 好 那譬如又有一次呢 我有多么的不适应呢 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回来 这个第一次的国小月考 那我连中文都不大会讲 更何况写 那个繁体字非常难写 我有时候写个日记啊 写了两行 好不容易写了两行 写了两个小时 真的 非常的痛苦 就会回到台湾 非常的痛苦 那第一次月考的时候呢 我妈妈 我妈妈呢 她就叫我说 你啊 如果不会写的话 你看不懂题目的话 你就用画的 你看看了 你用画的老师 会不会给你这个同情分数 这样子 直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第一次考月考 我国文科 考到一半 然后实在是不会写 看都快看不懂 这样子 老师就把我的考圈 给收了起来 时间到了 就把我收了起来 第二天呢 老师就把它拿出来说 你继续写 老师就给我特权 让我考了两天 所以我就 同一个科目 我就写了两天 那后来呢 我小学五年级 过了一年之后 我的中文程度 开始慢慢追上来了 我觉得至少 应该是沟通无碍了 但小学五年级 这我们家就搬家了 所以我就是 我常讲 我过去常讲 我小学就读了三所 好不容易 一开始有点适应了 又搬家了 我们就搬到了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我就转学 那五六年级呢 对我来说 是蛮多不愉快的经验了 虽然也交了好的 很多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些 不愉快的经验 因为五年级那个班上呢 就遇到了几个小恶霸 那我第一次呢 就遇到了霸凌 在我小学这个年级呢 我大概第一次遇到霸凌 就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个子 又异常的小 我爸妈小时候 我小时候呢 常常怕我长不高 给我吃各种酵素啊 灌我牛奶啊 都没有用啊 因为我到国医 我都还只有 一百四十公分 二十八公斤 风吹过来呢 我都会摇 那因为我个子小 可能中文还是有些腔掉 所以我就常被找麻烦 常被欺负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 我的老师呢 其实对我特别的关爱 其实老师对我非常的好 老师曾经跟我爸妈说 那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以后很有潜力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我潜力在哪里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发挥出来了 那老师就对我特别的关爱 那坦白讲 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 特殊待遇 特别对我好这样子 那其他同学看了 其实就会言红 其他同学看了 就会觉得不公平 以个小小朋友的角度来想 不公平 所以有一次 有一次在班会 每个礼拜我们要开一次班会上 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 真的是蛮伤心的一件事情 班会看到后来都会有这个临时动议 在临时动议上呢 大家就可以提出自己想要讲的议题 突然就有一个小女生站起来 这个女生呢 我记忆当中 她就是绑着一个马尾 她姓彭 我还记得 名字忘了 姓彭 绑着一个马尾 功课非常好的一个女同学 她就站起来 然后就举手 然后老师就问她说 你有什么临时动议 她就说 我想要提出的动议是 为什么老师都对某某某有特殊待遇 然后接下来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的时间 全班 我的感觉就像是被公审一样 大家就公审我 然后在那边讨论 为什么我可以享有特殊待遇 我现在想起来 我现在 为什么停顿了一下 我那种感觉突然回来 哇 哇 我无法形容 这里不会是我的归属 这里不是我的 我该要出现的地方 like 我那时候可能瞬间 我想要回美国 那种心情又回来了 好不容易一年适应了 可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已经是不是连续事件了 但是到了午餐时间 我觉得情绪很低落 很难过 就觉得被全班同学这样欺负 我又没有对他们不好 其实我是一个蛮 蛮安静的孩子 我就把我的 那天刚好公餐是有馒头 我就把我的叉子 这样插在馒头上面 就这样插着 我根本不知道在文化上 在华文的文化上 这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心情很不好 我就把我的餐具 这样插在馒头上面 然后每个同学经过的时候 就看着我 然后就觉得我是怪人 然后有人就在那边说 你干嘛把那个叉子插在馒头上 你有事吗 你有病吗 这就类似这样子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 你的餐具这样插在饭上 或者是插在馒头上 这是要祭拜死人的意思 但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又继续的加强化了 我这些同学们对我的印象 就是这个人是个怪人 然后这个 他们又在那边揶揄我 等等嘲讽我这样子 所以我就想到电影里面有一幕 是这个梁芳怡 他在上课上到一半 就突然听到这个钟声响 然后他就开始收书包了 收收收收收收 然后其他同学完全没有动静 他就继续收书包收收收 然后老师看到之后就骂他 我有说下课了吗 就骂了他一下 因为在美国的小学堂 小学也好中学也好 就是中响的时候呢 学生们就就可以走了 不用等老师说什么 这就是美国的文化 中响了 他们就开始收收收收 人就要走了 可是台湾不是这样子 台湾是老师必须要说要走了 下课大家才可以 起立立正站好 敬礼 谢谢老师 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我们会有遇到很多 大大小小的这种文化冲击 真的是大大小小 有时候就会因为这样 会被欺负 会被视为美国人 那一直到国中啊 你想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两三年 其实我的语言能力 已经应该可以算是精通了 虽然一直有人说 我有一些腔调 那一直到国中呢 其实我都还是会感受到 有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不会觉得我已经跟 台湾人不同了 但是对台湾的小朋友来说 他们觉得 可能觉得我就是不一样 或许是有趣 或者是想欺负 可能各式各样的心理都有 那在电影里面呢 梁芳怡就被这些 台湾的小朋友叫 美国人 没错叫 你美国人 美国人 美国人 那我的绰号就是 那有时候呢 不是很心怀好意的 来对我这样讲 那我就记得 曾经有一次 就在国中的教室 教室里面 他们就一直说 有一个小朋友 我觉得他不是恶意的 这个真的不是恶意的 我还记得他的名字 叫陈明擦 陈明擦 其实他人蛮好的 但是他就一直 可能跟其他同学一样 一直弄弄弄弄 然后我就哭出来了 当时做同学面前 我就忍不住 我就哭出来 我一个小男生 我就这样哭出来 我也觉得很丢脸 可是就忍不住 我就觉得 我好像到哪里都不是人 我反而 我在美国 我明明就长得 跟他们不一样 可是反而 我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我可以融入在你里面 我可以fit in blend in 都没有问题 但反而在我同文同种 长得一样的 这些孩子里面呢 我一直被视为外人 所以到了那个年纪 我都一直不觉得 在台湾对我来说 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 那甚至是呢 更让我觉得很矛盾的是 我上了国中之后 我还被送去补英文 就让我觉得 我现在看起来 我觉得非常的矛盾 但是我觉得 唯一的优点 或许是我因此 学会了KK音标 这是可能外国小朋友 不会学的东西 至少我现在会KK音标 但是我觉得 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 ironic 就是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呢 我还到补习班 跟着大家一起学 怎么写ABCD的大小写 在那边画鸽子 写ABC 然后就觉得超无聊的 可是 我那个 即便我那个年纪 国一了 我不感觉 我没有感觉到 这是很荒谬的事情 我觉得 这好像是 好像我必须 因为大家都在补习 大家都在学英文 我好像必须要学英文 然后我就记得 有一幕这个电影里面 梁芳怡的妹妹梁芳安 那个妈妈就在教她说 There is 和There are 两个这个所有格的差别 There is 跟There are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梁芳安 他讲了一口流利标准的英文 可是有时候 难免这个英文文法 会有点搞不清楚 那个就是 或许就是当时的我 我也搞不懂文法 然后我甚至会去 钦佩 我真的打从心里面觉得 哇 班上那些英文好的同学 好厉害 有一个姓杨的同学 我记得他总是 理着一个圆圆的 头型很圆的 圆圆的一个平头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杨同学 他的英文好厉害 每次考试都可以 100分 满分 99分 这样子 我就非常羡慕他 殊不知 我是从小在那边 长大的孩子 我其实可以讲 非常流利的英文 但是我完全没有认知到 我有这种能力 而且我还羡慕 我还觉得别人都好厉害 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会想到一个比喻 一个故事 你们或许听过 就是大象被拴在木桩上的故事 大象啊 如果你把它从小 把它拴在木桩上面 因为它是右向 还很小 所以它没有办法 挣脱这个木桩 它就会绕着这个木桩 一直走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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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 它长大为止 其实它长大之后呢 它已经有 绰绰有余的力量 可以把这个木桩给扒起来 它只要拔足狂奔 它就可以挣脱了 可是因为它 从小 被拴在那上面 它的认知上 它的心理上已经认定 我就是挣脱不了 这是习德式无助 对不对 我们之前谈这个 习德式无助 它就被拴在那了 即便它已经长大了 它就继续地绕着那木桩上 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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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认为 它有能力可以挣脱 我觉得 在这方面呢 我的英文方面呢 一直是这样子 我始终不觉得 我的英文很厉害 在那个年纪 我一直都不觉得很厉害 反而都觉得 别人好厉害 好会讲英文 好会考英文 我是一直到 我现在想起来 其实蛮哀伤的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自己真的是一直到高中才发现 我的英文实力 真的好像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好像不用准备英文 我好像就算不懂文法 我都可以考得比别人好很多 不是一点点 考考得好很多 我后来什么 高中高中高中联考考99分 然后这个大学联考满级分 没有特别准备的情况之下 我不是在炫耀 而是我在那边长大嘛 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啊 对啊 不过我的国文也考得蛮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 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觉得很矛盾 很讽刺啊 真的是大象被拴在木桩上的故事 那至于这个梁芳怡的妹妹梁芳安啊 她还可以讲英文 她可以讲英文 我的妹妹呢 我的妹妹也小我五岁啊 但她是更小的年纪回来台湾了 她是幼稚园这个年纪回来台湾的 她其实可以讲很流利的英文 但是呢 她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完全忘光了 回归到零 Ground Zero 真的是零 我跟你讲 我妹妹后来都很懊悔 有一次呢 我们可能是国中的年纪吧 还是高中的年纪 我们就在看我们小时候的录影带 爸爸妈妈拍我们在这个Playground Playground 就是那种像是公园的地方 在那玩耍的影片 然后边看的时候 我自己也觉得很惊奇 Wow 我小时候这个六七岁的这个英文啊 真的是超级六 根本就是一个小白人那种感觉 真的相当的六啊 然后我妹是看到非常的傻眼 她说 蛤 那是我 我以前怎么会那么会讲英文 就像是一个外国人一样 那为什么我现在忘光了 她就非常的震惊 我妹就非常的surprise 那她非常的 我妹到时候到现在有时候都会觉得很懊悔 说啊为什么爸妈要那么小年纪把她带回来 因为她曾经英文是这么的流利 可是她现在呢 是后来完全重学 就像是一个台湾人一样 重学 从零开始学英文 那我是比较幸运的是 我是十岁回来 所以我可能还有保底这个部分 所以讲到这个啊 就是啊 很多很多 过去的往事啊 现在回顾这个台湾 在刚回台湾那几年了 其实真的觉得蛮辛苦的 被 没有归属感也好 文化冲突也好 语言上根本 连沟通都成问题也好 然后教育体制完全不一样也好 梁芳怡在美国是自由生 回来台湾便掉车尾 我不敢说我在美国是自由生 但是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老师非常喜欢我 我小学三年级的老师 叫Mr. Goodwin 他是非常喜欢我 还说要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 不过后来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发生 非常喜欢我这样子 但是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小学四五年级的老师对我非常好 因为我就需要帮助 对我非常好 可是国中之后呢 我觉得某方面来讲 我被看作是 班上那个 不能说问题学生 而是课业不好的那个学生 总是课业不好 除了英文之外 课业不好的那个学生 那我回来台湾之前呢 其实小时候啊 那一段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啦 比如说要回去的时候呢 我我我心里面心里面的台湾 是台湾人都住在榻榻米的房子 然后带着斗笠来生活 是不是很夸张哦 完全完全对台湾没有丝毫的认知哦 然后在美国呢 我们一个一个班上的一个教室 是15个同学 我们没有固定的课作业 回到台湾之后 突然同学变四五十个同学 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呢 是没有自己的号码的 然后呢 每一个人到学期末为止呢 都会坐自己的位置 跟美国的这个教育方式 完全不一样 然后在美国呢 我们是回到家之后呢 我们家里面 虽然是很小的 这个国际学生的宿舍 很小哦 但是外面就是草地 一出去呢 外面就是跟一群 一起撒野的朋友一起玩 玩到傍晚回家 然后到了冬天 这个傍晚又来得特别晚 然后八九点 天都还是亮的哦 回到台湾之后呢 家里面还是很小 但是是那种 租来的水泥公寓 然后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年住的是 那个长满蚂蚁的 小小公寓 真的非常破 非常非常破了 然后所以我在看 梁芳芸的那个电影的时候 他们住的地方 就真的很像 我们以前住的地方 那种感觉哦 就很有共感这样子 然后但是呢 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们回到外面呢 再也不是草地的 外面呢 马上就是马路 没有地方跑 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在美国 从来没有近视 那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一方面也是有遗传 但是呢 回到台湾之后 我近视的增长幅度 是暴增 相当快速的 所以我现在是 蛮高度近视的 然后回到台湾呢 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 这么大只的蟑螂 吓到 吓死我 第一次呢 看到这么多的亚洲面孔 觉得很新奇 很奇怪 树不知我自己也是长这样子 第一次呢 吃到美而美的汉堡 还在那边吵着 这哪是汉堡 这不是汉堡 我要吃麦当劳 但也是第一次吃到牛肉面 这么好吃的东西 真的超级爱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飞檐走壁的武侠片 为此深深着迷 以至于后来 我还真的去学武术 那如果你问现在的我呢 其实 现在的我我会很庆幸 当时我回到台湾了 虽然小时候是吵着要回去 但现在我回过头来看 我很庆幸 我当时回到台湾了 而且也很庆幸哦 我爸妈当时 因为阴错阳差的关系 没有把我送到国际学校 他没有把我送到 什么双语步学校 所以呢 我是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之下 长大的 受到两种不同的文化熏陶的 我觉得我在这两种文化当中 都有看到很棒的优点 也影响了我的生命 非常的深远哦 像是在西方社会里面 我学到了很多的 感染到了 被耳濡目染了很多 独立思考的部分 还有探究精神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小学一二年级 我们就会写诗耶 老师要求我们写诗 当然那都是小朋友层级的诗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就要写 看文学作品 然后试着写诗 然后老师就把我们带到图书馆去 叫我们选一个主题 说今天我们来研究城市 那各位你们可以自己选一个城市 任何城市都可以 那学期末的时候 你们自己在图书馆找资料 然后来做一个报告 这种事情 似乎是到了我们大学才开始 至少我们那个年代 到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小学二三年级 就来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西方的社会之下 学习到独立思考 探究 不懂的东西 就是要去研究 自己去探究 然后勇于表达这个部分 我们是非常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还有勇于讨论的 但在东方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也有相当好的 让我觉得影响了我相当深远的东西 譬如是礼节这个部分 礼节的部分 我记得我刚回台湾 第一次被送到小学去跟老师见面 那可能是因为我是很新的学生 又是插班生 所以老师 这个爸妈就带我去见导师 班导师 我的班导师 我记得叫张美荣 张美荣老师 然后我就是一个国外小屁孩 然后在见面的时候 我就老师是坐在这个课桌椅上 然后我就不自觉的 我就手去撑老师的桌子 然后就把身体这样撑起来 那种感觉 就有点在调皮 然后我爸妈马上就说 在老师面前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马上 我就知道 原来这个叫礼貌 其实在国外 比较不会有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其实是华文文化好的部分 礼节的部分 所以我那时候很冲击 原来在老师面前 不可以做这些动作或事情 还是要注重礼节的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校园里面 还有没有这样的部分 听说现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当 还有就是 我觉得东方的社会 是还有它一个很内敛的部分 很爱爱内涵光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西方社会 有该要表达的时候 但是有时候 其实西方人也是会表达过了 就是表达的程度 过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表达太多了 自己其实没有那个料 还是拼命表达 那东方社会就有一个刚好想法 就是很内敛的部分 缺点可能是有时候 明明你很有料 但是你却又不勇于表达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东方社会 有谦逊这个部分 谦虚谦逊这个部分 深深的影响着我 你如果去看一些国外的论坛 或看一些国外YouTube的留言 只要讲到亚洲人 他们都会说 亚洲人的家教教养是非常好的 讲到什么孙新鸣啊 日本的球队文化 他们都会觉得亚洲人的这个谦逊和礼节的文化 是非常的做得非常好的 那另外一个让他们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的是 亚洲的虎爸虎妈文化 Asian Education 每一个人都是要成为医生 要成为这个工程师的人 这个他们也对这个嘖嘖撑起来 那我是很庆幸的是 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爸妈没有让我去读双语学校 而是我受到两边文化的熏陶 那另外就是我的中英文能力 都有被建立起来 然后我的腔调很特别的是 这个真的我觉得是蛮 可能是每一个人还是不一样 很多跟我相同背景的孩子 他们某一边的某一个语言的腔调就会变 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好 有的人的英文就会稍微弱下来 有的人的中文就会稍微变得洋腔洋调一点 但是我好像我的腔调都维持得还OK 还不错 有些人会说我的中文腔有腔调怪怪的啦 是吗 各位听了还习惯吗 我曾经有一次去买便当 然后又有一个新著名的朋友 应该是从对岸来的新著名的朋友 就说他听到我讲中文之后 他真的是大笑 捧腹大笑那种大笑出来 然后就说你打哪来的 有这么怪吗 我一直不觉得我的中文很怪 我觉得我中文还蛮自证腔圆的 是不是 展示这个华文挺好 挺好 那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我的话 有机会的话要不要回美国 10岁的话 10岁的我绝对毫不犹豫 背起我的忍者规卡通背包 那马上走 马上回美国 我童年呢 我童年呢 同样是小留学生的这些台湾朋友呢 现在几乎全部都移居美国了 而且都发展得相当好 而且读都是 读的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MIT啊 哈佛啊 维吉尼亚啊 宾州啊 发展得都相当好 有时候我会想象啊 难免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想象啊 如果当初我回去了 我现在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我会不会在读名校 我会不会在好的公司上班 我会不会融入了当地的社会 但也都是仅止于想想啊 就是想想啊 如果你问现在的我 你要不要回美国 我反而会思考很多 主要思考是 到了我这个年龄阶段 人生的这个阶段 我会思考是 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属 我的归属在哪里 我的归属感从何而来 我的朋友啊 我的大部分的家人 都还是在台湾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 过了学生时期 你要交真心的朋友 其实蛮难的啦 坦白讲 我们最要好的朋友 可能都是在高中时期 或者是大学时期 更何况呢 我已经不在美国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我真的可以融入 从前我隶属于的那个文化吗 还是说 现在那里的文化 会接纳我吗 我会不会 如果我现在回去美国了 又产生了当初 我回来台湾那种 格格不入的感觉呢 都很难说 都很难说 所以我觉得人终究啊 这一生当中 都是在寻求一种归属感 那在这个心理学 正向心理学的领域里面来讲 归属感其实是一个 很重要的东西 归属感 我们在寻找这种 文化上的归属感 语言上的归属感 人际上的 价值观上面的归属感 那这也是我自己啊 在一直 一直以来 到现在为止 特别在现在这个人生阶段 我也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的归属感在哪里 我到底是 belong Where do I belong Where do I belong All right 今天的podcast呢 就到今天为止 也希望给你们一些 新的看见 不同世界的人的 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角度 也引发了你一些 不同的思考 All right 喜欢我们的podcast的话呢 可以给我们五颗星评价 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频道上面 给我们按赞 留言 分享 我都会去尽量看 大家的留言 不管是在podcast上 或者是在YouTube上面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问 没有关系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边 我们下一期podcast再见 Goodbye See you guys See you guys